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环境它们的邻居可能是蛇 蝎子 蜥蜴和小型哺乳动物 狐狸的领地很少超过两三平方千米 在如此有限的环境里 幼崽很快就将发现它们并不是孤家寡人 与这只千足虫的相遇只是激起了它们些许的兴趣 而灌木从另一边的一位邻居 却引发了它们极大的好奇心 凭借天生的好奇心或者寻找食物的本能 大尔虎很有可能把蛇赶出来 它有资本管这个闲事 因为它有着出众的反应能力 但是在蝎子眼里 邻居似乎突然变了一副面孔 这不再是一场游戏 而是关系到生与死 为了保护自己 蝎子在尾端的毒针里藏了毒液 还武装了钳子 通常这是它的捕食工具 但是此时这一切都毫无用武之地 蝎子的悲剧在于 它是这位邻居的食物之一 大尔虎是唯一很少以其他哺乳动物为食的犬科动物 它吃蛋 蜥蜴 水果或者蠕虫 但最爱的是昆虫 尤其是白蚁 凭借高度进化的大耳朵 这种狐狸能探查到白蚁群在地下的活动 因为缺乏挖掘的天赋 它只能捕食那些钻到地表附近的白蚁 白蚁显然是在无意识中为邻居提供了妻身之道 与此乡类似 一只土豚的洞穴也被一个猎狗家族占用了 事实上这种事常有发生 土丘成为了许多物种的家园 每一种动物都会对它进行改建 猎狗做了扩建 挖了一个地道系统和几个入口 便于它们的幼崽在必要时躲避不时者 小猎狗只在早晨和傍晚离开洞穴外出探险 而且是在妈妈的带领下 这是它们认识邻居的好机会 每只动物的性格形成 以及在未来群体地位的确立过程中 好奇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来自同一个群体的几只雌性 占据洞穴养幼崽 它们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重任 但是邻里之间有着严格的规则 雌性首领的子女独自玩耍 不与其他小家伙私混 暮色四合 玩耍的时间结束了 它们必须返回安全的洞穴 因为母亲们要出去觅食了 而它们担心某位邻居出现在幼崽附近 狮子是唯一令猎狗害怕的动物 也是唯一能让它们放弃猎物的强者 在为非洲大型食肉动物建立等级秩序时 我们必须对这种行为予以重视 花豹最后到来 但是也在名单直列 这只大猫杀死了一只体重与它不相上下的小脚马 这次的收获破风 它不希望猎物被夺走 下次要捕获如此丰盛的大餐 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情了 现实数据异常残酷 花豹是最弱的非洲大猫 在这样的环境下 它捕食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 只有这只银夹造西鸟知道花豹将猎物藏在了何处 而且花豹认为现在不是停下来享用的好时机 在花豹附近生活着一个猎豹家庭 成员为两只小猎豹和它们的母亲 这位母亲忧心忡忡 因为它闻到了其他猫科动物留下的气味 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着领地之争 猎豹和花豹 谁也不会以对方为识 但是紧张行驶仍然一触即发 花豹率先发难 它相比猎豹具有天然的优势 如此表现实属正常 猎豹在大型食物动物的等级中排名靠后 花豹的意图尚不明确 起初猎豹采取了退让和慎重的态度 又再远远地跟着 略微有点担心 但是更对这位邻居的行为感到好奇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它 花豹的第二次冲锋意图很明确 不在于攻击对手 而是要将它赶远一点 但是这次猎豹坚守阵地 知难而上 迎接挑战 右边是一只体重约60千克的雄性花豹 在它面前的是一只体重将近15千克的雌性猎豹 至于幼崽 它们这次不仅是旁观者 还是花豹冲击的目标 事实上 花豹的主要目标不是杀死幼崽 面对上海弱小 但日后会成为夺食对手的动物 这种反应再正常不过 从这一刻 母亲的行为即将发生变化 她将转入攻击状态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面对这个实力远在它之下的对手 花豹居然退缩了 林里冲突的原因大部分在于 一只动物侵犯了另一只动物的领弊或者权力 当邻居之间遭遇时 常认为对方侵犯了自己 从而展开驱逐 那是我的花 是我的地盘 那是我的树 那是我的猎物 这只雌性猎狗已经对这位邻居习以为常 它对突旧和非洲突观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 知道后者必然会来发 但是偶尔这位食肉动物也能摆脱邻居们的纠缠 这要得益于它的河谷 它的咬力达到每平方厘米三吨 可以轻松地带走猎物的尸体 而另一方面 这只雌尸显然对这些突旧恨之入骨 雌尸已经吃饱了 我们可以从尸体的状态 以及围在它的头顶上 像用残渣的飞影看出这一边 此事心满足 说明尸体已经所剩无极了 而且突旧应该可以堂而皇之地将残渣据为己有 突旧靠近尸体 终于轮到它们大快多 眼下世界一派祥和 这种绝不相让的表现提醒我们 在物种的常规行为之外 还有一些个体经常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 这一次突旧遇到了一位暴躁的邻居 一只转角牛铃站在土丘之上 看着这一幕 在如此开阔的地方没有秘密可言 一切都发生在他人的眼皮底下 大象是唯一不畏惧任何邻居的动物 因此何必关心谁在提防或者观察它们 它们随心所欲享受着邻居 它们只关心一位邻居 那是他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母亲 是他们共享邻居的亲人 河马也是如此 只把亲戚看作重要的邻居 如此亲密的原因还不得而知 对母亲来说 这可能是他们保护后代免遭鳄鱼之口的一种方法 也可能这是河马的一种习性 以便在河水干涸时 让尽量多的成员待在同一片小小的水塘里 岸上 年轻的雄性正在小伙伴中寻找可以争吵打闹的对象 如果未来要想拥有自己的后宫 它们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 在这样的年龄 它们的牙齿还没有完全长大 因此这种行为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这也是区别雄性与雌性的最简易的方式之一 雄性之间争夺领地的战斗以一世化为主 这大大降低了对下河的全齿可能造成的伤害 这些牙齿会在河马的一生中持续生长 而且杀伤也惊人 表皮的护理工作由一位极富爱心 也为谋取个人利益的邻居 也就是红嘴牛两鸟完成 这些鸟以扁尸及其幼虫为食 这些寄生虫会影响哺乳动物皮肤的透气性 鸟儿们边吃边为河马提供优质服 一只鸟一天能吃四百只便吃 清理工作非常高效 但是牛两鸟喜欢着实伤口周围的组织 这会让伤势恶化 引发极为痛苦的感染 河里生活这数量庞大的尼罗厄 这些爬行动物主要以鱼为食 但是如果有机会 它们并不介意拿哺乳动物或者鸟类来尝尝鲜 对于那些可能成为猎物的动物来说 它们最好待在水流湍急的河段 因为在水流的冲击下鳄鱼游动时 必须把头露出水面 从而暴露了自己 这个家伙的出现将迫使这些邓铃向上游转移 但是这里的水流相对平缓 而且水较深 在这里过河或者饮水都存在风险 躲藏在你视线之外的鳄鱼更加危险 它们早就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灯铃放弃了 它们会稍后再饮水 而且会选择到更上游的地方过河 这些迟来者并没有看到潜伏在岸边的鳄鱼 但是因为离得没那么近 它们的粗心大意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 最终一只垂头罐沦为了受害者 邓铃在上游找到了一处浅滩 这里住着一只遗鹰 在河流的这一段生活着这位猛禽的许多邻居 它们大部分都不引人折磨 在这里鸟和无为两栖类动物 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比临而居 有的以邻居为食 有的只会打扰邻居 观察邻居或者与之竞争 垂头罐也喜欢吃鱼 它们是鳄鱼邻居的竞争者 只是拨那么打眼 蜥蜴类动物的寿命 比大部分鸟类或者哺乳动物长得多 这只已经超过二十岁 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 鳄鱼的皮肤颜色越变越深 而身体四周黑色的斑纹会日渐淡化 这只雄性见证了这条河岸上的许多物种 繁衍生息了好几代 它可谓文明侠儿 在周围邻居的心中留下了恐怖的 一只猎豹在非洲草原上前行 大草原绵阳开阔 有着难于尽数的空间围度 但它也有范围 也有辩解 对于人类 我们可以用米 公顷 数百万平方千米这样的数字来理解它的广大 而动物们怎样衡量和感知它呢 这就是食物的丰富程度 对手的强弱 遇到强弱 这是一只大约一岁的年轻雄性猎豹 到了这个年龄 猎豹们都要离开它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开辟属于它们自己的领地 此时养育它的故乡就在身后三十千米的地方 但它依然面向远方执着的前行 有一些猎豹甚至会远行到距离出生地二百千米的地方 找到一处荒野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 一路的探索有时会很漫长 甚至毫无成果 途中猎豹要穿越许多地区 它们的地形大小各不相同 而且都已经有了归属 此时猎豹闯进的是一群狮子的领地 而且这里还住着一只花豹 一条树蛇 一些羚羊 里面甚至还有一只苏鼠和一群猫幼 许多动物都把这个地方视为它们的家 大草原就是一个多物种共享的世界 动物们毗邻而居 但它们都有各自的天地 在同一地区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动物 热血的 冷血的 大型的 小型的 哺乳动物 昆虫 两栖动物 还有鸟类 这里的动物种群分布十分复杂 一个物种的领地 往往会与另一个物种向重叠 但这并不是它最让人称奇的地方 我们来换个角度 打量一番这里的环境 大草原的树冠层也是动物们栖息的场所 树木从二十米到三十米高矮不等 树冠也分出了不一样的层落 每一层树冠都是一个生活区 居住着一个动物种群或某个单独个体的动物 像这些油猴 喜欢吃树叶 它们不需要到地面活动 都把家安在了大树上 在这样的高度既能找到丰富的食物 也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在较低的树冠层 我们放外一些猴子 它们频繁地在树上和地面间往返 那些长尾猴和绿长尾猴常会下到地面来寻找食物 当然一旦察觉任何危险 它们就会跳回到树上 为上下方便 它们就近占据了较低的树枝层 在这里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 食物链的构成 新陈代谢和动植物形态学 涉及的方方面面在相互作用 影响这个多维空间内的每一个生灵 这只雄性犀鸟把巢建在了一棵中空的大树上 距离地面大约三到四米 此鸟选择在这个树层筑巢 是因为能缩短伴侣进出家门的距离 为雄鸟寻找食物 节省体力 突冠虽然也是一种在地面上进食的鸟类 却无福享受这种底层树冠的便利 和其他许多有巨大翼展的鸟类一样 它把甲按在了树顶 在这个位置 起飞或降落都不会受到树枝带来的阻碍 突冠的幼鸟要长到一百天后才能飞行 住在高处可以躲避掠食动物的侵袭 这些动物在这样广阔的空间里选择在何处树身 绝不是出于偶然 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或者失去位置 关键因素是进化 进化使得每一寸可用生存空间的利用和分配 都渐渐取合理和永续 这只翠鸟出于显而易见的动机 把甲安在了河岸之境 在确立理想生存场所的过程中 每种动物参照的标志 是要把找到食物的机会 最大化 对这只尼罗河巨蟹来说 这群蹄壶的出现 也是它帮过来与之为林的重要理由 当不同物种共享同一块领地时 它们显然会考虑资源如何共享的问题 对资源的利用要达到最大化 长颈鹿 大年角龄和黑犀牛正在同一片灌木葱当中移食 这三种动物都很爱吃核荷树的叶子 但它们采摘的树叶处于不同的树层 因而每种动物会在不同的高度进行作业 垂直层面上的互不干扰才使得它们能在水平层面相安无事地分享一片人地 在非洲大草原上 动物对空间的利用始终围绕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进行 一 共享 二 竞争 与自己喜欢吃叶子的表亲黑犀牛不同 白犀牛爱吃草 吃草也会有吃草的问题 因为这里每一寸草场 每一片草叶 其他动物也都能吃到 然而动物们仍然做到了友好共存 因为每个物种都有各自的需要和偏好 它们在各取所需 斑马和水牛并不挑剔 它们喜欢吃那些长而坚韧的草 通过啃食那些高草 它们可以刺激植物进行新一轮的快速生长 抽出的新叶对角马和大羚羊来说 我正好回头 当水牛和角马走过去之后 草原看起来就像刚割过的大草皮屋 游珠和汤姆迅邓灵此时会喜上美梢 因为轮到它们来享用美味大餐了 水牛已经远去 但这远也是非常有限的 它们一天走不了太长的距离 和大多数食草动物一样 驱动水牛前往其他地方的动机有两个 食物和水 因为水牛体内没有有效的储存液体系统 所以这种动物每天都要回水 在汉子里为了寻找水 水牛每天要走超过二十千米的距离 到了雨季有水的地方到处都是 但它们并不会驻足不前仍要继续跋涉 它们不会在某一个饮水店停留过久 水牛们会安静地从一片草丛前往另一片草丛 二十四小时内能前进两三千米 最多五千米 不会再多了 从理论上说 动物们迁移能力的强弱 与其领地的大小有着直接关系 然而像高马动物 尽管精力充沛 活动范围却大致和宝斑象归相当 这些小动物每天可以行进十千米 主要在半井为二百五十到三百米的范围内活动 它们会不停地来往与观察哨 洞穴或者由百蚁丘临时改成的寓所之间 高猛的这些战略要地 由一系列四通八达的通道网通连起来 高猛终于在这里奔忙 这是一个被缩小的大世界 高猛们洞悉它的每一处细节 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 有些什么好处呢 好处是环境自己非常熟悉 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资源 同样 因为自然条件有力 这只黑犀牛的活动范围只有五到六平方千米 但它不会扩展它的领地 它只会每天沿着相同的路线在这里巡逻 黑犀牛几乎没有天敌 它每天这样按部就班 让它感到无比舒适 对所有可能成为猎物的动物来说 选择怎样的路线会事关生死 每段旅程都可能暗藏危险 arse后就更害了 看着了 治초的迦方 李心你 列入采到 随人 做得花 做得 做得 嘅 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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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进化更完美的物种会选择自己熟悉的或乏人问津的路线,降低遭到埋伏的几率。 地形、资源的多寡和饮水地点的位置将决定动物走什么样的路线。 面对不变的环境,大象每次都会沿相同的路线迁移,而且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路线已经深深印在了这一物种的集体记忆中,这是一条引领它们穿越大草原的小径。 沿着这些路线它们很清楚在哪里会合,在哪里穿越,途中还有些底标。 这些标志不是它们留下,也是其他大象留下的。 它们可以通过一种气味或者某些重复出现的鸟群来确定自己的方位。 猎豹用爪子在这棵大树的树干上留下了印记。 先后到达这个地方的动物都会留下一些印记。 它们离开时会遗落一些皮肤损泻,线体蜂蜜物,粪便或几滴尿液,提醒所有过往的动物,或者与它们共享这片空间的动物,它们曾从这里经过,或者就生活在这里。 但是有些东西是动物们特意留下的,用途也完全不同,它不是用来标准路线,而是用来标志边界的。 动物以这种方式宣布,这里是我的地盘,它要在大草原上占据一块自己的空间。 这只猎豹画好了边界。 这片区域的地方,以后就是它的家,它的国度。 这块领地将成为动物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许多物种都有领地的意识,这种意识虽然在哺乳动物中很常见, 但真正做到登峰造极的,还是鸟类和爬行动物。 变色龙,它们就是领地的极端守护者,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连异性都不能靠近。 它喜欢在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独享安逸。 这两只西甲虫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展开了殊死搏动。 它们大大出手,是为争夺一根树枝的控制圈。 这根树枝上食物丰盛,被熊甲虫和瓷甲虫同时看上了。 别看它形式简单,却具备了领地的基本特征,食物使用权,空间归属权。 领地可以由单一的个体住宅,也可以由一对夫妇或一个家族统治。 但在地盘上总难免会发生同一物种个体间的磕碰与摩擦。 这只雄性花豹的领地面积大约有20平方千里。 里面有两只追随它的雌性花豹,以及它们共同享有的狩猎场。 它们是这一区域仅有的三个猎兽,从猎物的数量看,三个猎兽不多不少,正合适。 一旦时机来临,雄花豹就会去优惠,直接找到其中的一只雌花豹,一只交配。 雄花豹要维护自己享有的特权,它去了领地边界,重新标注,宣告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 提起领地这一概念,人们忙忙想到动物间的对抗、侵略以及持续不断的冲突。 可实际上,领地的存在能促进和平环境的确立,而非滋生冲突。 之所以冲突少,正因为存在这种机制,它会让竞争对手的对抗发生在领地外围。 水牛不属于这一类,它们不是领地形的动物。 在交配季节,单身雄性水牛会登上群体的中心,还准备向雄性首领发起到战。 鉴于冲突频频发生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它们很少会真正大大出手。 它们的争夺大多表现为一种一式化的对抗,摆出一些相互威胁的动作或姿势。 只有当双方都不想让步的时候,它们才会诉诸武力来解决。 水牛个体的大小和力量的强弱,决定了它在群体中处于什么等级。 这是构建群体秩序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领地形的动物与此不同,它们是利用空间个体获取各自的身份。 要想获得身份和权利,就必须要获得领地的控制权。 领地形是一种令人垂涎的战利品,一旦拥有了它, 征服者将过上富足的生活,食物充盈,还给安民,可以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以领地方式创建群体,是对自然环境一种最好的相应。 它运用独有的方式来管理资源,避免群体成员数量过多。 每一种领地形动物都会限制群体成员数量以适应环境的资源供给。 这两只狮子及其家族控制着约二十平方千里的土壤。 虽然面积不算宽宇,但已经足够,因为这片区域猎物非常丰富。 而另一方面,如果狮子们占据了一片猎物稀少的领地, 它们就会向外扩展,最多达到四百平方千里, 相当于一个只仅二十千里的大圆覆盖的面积。 领地并非对所有动物都很重要, 它只是一种选择,一种群体生活的方式。 游猪和草原斑马就不采用这样的生活方式。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 动物王国正是通过对空间直接或间接的管理 来完善它的运行模式和机制的。 这是一种真正和谐的机制。 它是由一套行之有效的, 所有动物都共同遵守的社会法则来进行调控。 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空间的管理和使用。 被捕食者可以安全地与捕食者共享领地, 但这有一个前提, 它们在保持安全距离上不能犯任何错误。 每一种动物当它无法保持自身和捕食者之间的最小距离时, 它将无法确保自身的安全。 在计算安全距离的时候, 动物们需要考虑大量因素。 自身的年龄, 目前的身体状态, 对手的类型, 同时还要考虑当时所处的时间段和地形。 任何细小的过失和疏漏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生命在捕食者的利爪下结束, 正如它在母亲的精心养护下开始, 二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这只黑斑铃的一生本该这样度过, 账量安全距离在大草原上标出自己的领地, 提高自己的等级, 走完自己的人生。 所有的空间划分得如此精确细致, 但是在捕食者的一次俯冲过后, 一切都化了永远, 大草原再次还原成了本来的模样。 达聚会